歌謊唱唱的叫醒 歌謊的歌舞 古怪 節奧不尋 羊滾貓伸手矯健 動作充滿爆發力 百老會音樂劇貓 透過曲目 舞蹈和高辨識度的服裝妝容 區分出貓角色充滿個人色彩的魅力性格 我知道這是困難 但我的項目是 我們要做的事 為貓劇編舞是相當艱鉅的工作 不採用一般熟知的舞蹈風格 原劇編舞加吉利安寧不斷嘗試 將貓的一舉一動融入舞蹈當中 那既高傲又神秘 十二冷漠 十二熱情的特質 以及不同貓角色的性格設定 都詮釋得淋漓盡之 貓精采編舞表現 在全球觀眾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也深受台灣貓迷們喜愛 每回來台總受到熱烈迴響 今年七月七度來台 將是在台巡演 屆滿二十週年 以高層為起點 亦續前往台中桃園及台北國家戲劇院 重現經典百老會劇作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關於是